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涉入干预南韩国阵与前总统朴槿惠一起胁迫财团捐款的催讯时,亲女郑维罗涉嫌运用特权进入梨花女子大学藏钱于海外,她对此功称一无所知,法院则裁定没有羁押的必要,目前释放在外,不过郑维罗住所今日经传遭人闯入歹徒动机为谋杀,过程中有人被刺伤, 她本人则没有大碍 据韩国时报报道,当地时间今日下午30时,21岁的郑维罗在首尔江南区的公寓里,亲眼目睹一名44岁的理性男子闯入家中,凶贤先在公寓门口威胁警卫带她到郑维罗的住处 一进入郑维罗的公寓里,她就刺伤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,伤者一送一急救 警方接获报案后,紧急赶赴现场并逮捕了凶贤 李楠在甄讯时攻称,她和郑维罗有金钱上的纠纷,而郑维罗最后躲过了这场可能发生的谋杀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